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多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寫2020年的手帳啦 那今年會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會把米多麗莎跟米多日記分開來 我們想要專注的在米多麗莎還是書籍的部分 所以手帳計畫還是會進行 但是米多麗莎的部分呢,我們就會介紹 人生規劃或是時間規劃上我所使用的書籍 那像這一期的話呢,我就會介紹這本 原子習慣 那這本其實已經被推到一個不行了 就是我大概這半年來一直看到很多人在推這本書 尤其是寫Bully Journal寫子彈筆記的很多Youtuber都在介紹這本 那在米多麗莎裡面呢,我就會來介紹這本書喔 那今天呢,在米多日記裡面,我們就要來寫2020的手帳 所以在米多日記裡面才會有我寫手帳的過程 如果喜歡看我寫手帳的話呢,可以持續關注米多日記 那米多麗莎的部分呢,就會是書籍為主囉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馬上來開始吧 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要來畫2020年的手帳啦 開始 今年的手帳呢,想要再次來使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線條跟黑白還有灰色來做這次手帳的計畫 那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複雜的手工或是繪圖方面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著我一起畫喔 那一開始的2020年呢,先用了一個燈箱的感覺 因為覺得2020這樣重複的數字,疊在一起好像蠻可愛的 所以就用燈箱的2020來做今年的開始 翻到第二頁呢,我們還是從2020年的月曆開始 從1月到12月,把一整年的大月曆都寫下來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每一個月的幾月幾號 會做什麼或是星期幾 都十分方便喔 我來做不同的夜明 在我最後一開始進去 其實應該這麼快 fertig ões三個月 有事件 請坐中間 聽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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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这两页呢 我做了一个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2020年的最爱 那我把这两页分成了46格 所以就可以在这一年当中呢 写下46格我觉得 我最感恩或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事情 不管是看到好看的戏或是好看的书 甚至是好看的电影啊 或是跟一群人一起出去玩 我都把它写在上面 那如果之后46格不够用的话呢 还可以在后面继续延伸 只让自己知道今年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 我都把它写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面的这个月曆呢比较特别 我称它为连续曆 就是因为通常我们在写月曆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假设在星期五 那下个月的第一天在星期六 我们通常就会分开来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看成是同一个礼拜 像我自己在规划 不管是剪辑影片 或是要上传影片 以及未来要写论文 或是我现在在写报告 其实都会很常用一个礼拜来计算 可是如果用一般正常的阅历的话 很长 那个时间是会被打断 因此我觉得连续历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我可以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去规划 那我也会把每个月分开来 告诉自己说 我剩多少时间可以完成 也明确的知道 我剩下几个礼拜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可以把大的事情再化分成小的 放入每个礼拜当中 我剩下一个礼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再来呢是我的预算 就是我每个月花了多少的钱 那多少的钱里面呢 我会在细分层花在哪个项目 这样不同的颜色来区分 那最后呢我会想要来了解一下我自己 这一年呢去了哪些地方玩 就是不管是去其他的国家 或是在英国的其他地方 或是台湾的其他地方玩 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这一年呢 再来的两页呢 又到我的脑洞大开的时间了 就是我youtube的idea board 就是我会把我想要做的系列影片 不管是不同的单元啊 或是不同的单元之下的内容 我都会把它写在这上面 那再来安排我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做这些影片 那我现在呢就是分成两个频道 一个是米多丽莎 然后一个是米多日记 那米多丽莎的话呢 可能就是会有首帐计划 跟英国的最新的书 那米多日记的部分呢 就会有我在英国留学生活 跟我的子弹笔记 所以呢就希望大家 今年都可以看到 我这些脑洞大开的影片 可以实际的把它剪出来咯 窗洞大开的影片 可以托一下 我可以封词一下 我今天是翔子仇幕 我今天就要发很激烈的 我们先在这边 现在要 постро一下 我发现奥洞大开的影响 就会温一个人 看不見了 最后一个 很适合用年度来追踪呢 就是我这一年来YouTube会上传的影片有哪些 所以我就把这两页呢 划分成了68个影片 希望我能够完成68个 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可以在两个频道 希望自己到最后 一年回头之后 这两页就已经填满了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一大项 是想要用一年来追踪跟记录的 那就是我这一年所看过的书 跟看过的戏 还有去看的展览 那因为我仔细想想之后 我觉得它有点难 把它缩小的放在我的Bully Journal里面 所以我会放在我另一个本子 那上面就可以贴满我的票根 跟我会在上面写一些 我觉得这本书或是这书戏很不错的地方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呢 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会怎么样布置那个本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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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月的Bully Journal 那我一月的Bully Journal画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写了阅历 然后还有这个月该做的To-Do List 跟把每一个礼拜画成一个页 然后来实际的写下我这一天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跟我这一天花了多少的钱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格式 就是想要采用一个可以轻松没有压力的画子弹笔记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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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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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我2020年的首帐 那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呢我都会很紧张 因为我会想要找到我希望用年度来追踪的习惯 或是我希望可以培养的东西 跟培养的事情 以及记录的项目 但是其實子彈筆記的好處就是 就算我過了一兩個月 我才發現我其實想要追蹤這個項目 我隨時安插進去都沒有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看到自己所喜歡的格式跟想要運用的東西 那就祝大家2020年新年快樂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